立法会举行第一次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继前听交流会之后 第二个提升行政立法关系和以政质量的举措 又说上任后体会到爱国者治港要发挥更大力量 第一次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 以二十大和两会精神为主题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场发言提及 外国者治港应该要有更高的层次 第三是视野高度 外国者治理香港 看问题的时候既看树木 更看森林 交流会第一节讨论安全和稳定 议员有两分钟发言 除了问问题交流会也都可以正式表达意见 我认为立法会议员都可以担任事者 去到不同的社区学校里面宣扬这个爱国爱港的价值观 希望尽快能够次立高水准的香港 就是全面的中国香港扩展历史纪念馆 才能够有助于彻底跟随一些政治的病毒 特首也有反问议员 请问就是作为每一个人 特别是立法会议员 以及比如其他社会有影响力的人 他应该怎样可以做 去作出这个贡献 令到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这样的主流价值观 交流会第二节发展和幸福 探讨本港高等教育 和北部都汇区 交易州人工赌等大型基建的融资方案 姆尼斯记者 侄月文不得